实际伊丽莎白泰勒的真容 美艳不可放物 老照片见证玄机伊丽莎白泰勒 1932年2月27日出生于伦敦 父亲是一名画商 母亲是一位舞台剧女演员 她的颜值真的很高 一颦一笑尽显美颜高雅 被誉为世界头号美人 泰勒最令人忘怀的是 她拥有一双美丽迷人的紫罗兰眼睛 实在那美眸深处 却掩藏着不为真知的泪水 现在来一组伊丽莎白泰勒珍藏的老照片 你被惊艳到了 伊丽莎白泰勒既可以清纯迷人 也可以妖艳魅惑 她的魅惑 演技是她永多三次到斯卡奖 曾经的放纵 也使她显得肥胖极衰老 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好莱坞传奇女王永不褪色 理查德伯顿曾如此评价泰勒 她说我所见过的最晚清果素 最美丽 最孤傲 最矜持也是最难以接近的女人 这位传奇女王 拥有无人可匹蔽的美貌 然而她一生中经历了 跌宕起伏的演艺生 雅可情感经历 在奇妖眼的光芒之下 隐藏着一个平凡女人 对爱与幸福的最质朴 执着的渴望 毫不质疑的说 伊丽莎白泰勒的名气以及美貌 都毫不逊色于《奥黛利课本》 她传奇的人生经历 以及感情生活 精彩到可以连拍十部黄金时段剧集 如此美艳佳人 惊艳到你了吗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